好 又有颱風形成了 但是這個颱風特別在哪裡 它的名字叫做山山颱風 所以人家在講說 這是不是反映出現在民眾黨的一個心情 山山颱風真的是要重創了民眾黨 它現在在關島的西北方這邊 第10號山山颱風 最快22號形成 人家說這簡直是跟時事對應了 因為現在民眾黨也陷入了山山風暴 他們現在民眾黨的中平會懲處已經出爐了 黃珊珊沒有被開除黨籍 她是停權三年 倒是李文中跟端木正已經開除黨籍了 換句話說現在黃珊珊不影響立委的資格 可是依照規定 黨員如果經到停權處分的話 也要停止所有的黨員義務 因此黃珊珊是確定沒有辦法參加 2026的九合一選舉 但是停權三年還是立委 人家也覺得說網路上面討論度很高 就講那為什麼他還能夠繼續當立委呢 而且沒有權之後要怎麼善後呢 那他繼續在立法院裡頭會不會 反而就是從由白轉綠 或是轉到什麼方向去 所以人家講說這個其實黨內處分 有一種不痛不癢的感覺 因為其實當時呢 他也是用一種無黨籍的方式來 參選台北市長 所以好像對黃珊珊來說也沒差 就是真的停權三年的話 那反倒是很多小草看到這一波的這個紛紛擾擾 風風雨雨 有一點真的是脆心了 比方說像這個張喬瑜 他其實也是這個鋼鐵科粉 應該可以這麼形容啦 反正他也是過去是非常支持柯文哲的 那甚至還是在網路上面可能為了柯文哲 跟人家打筆戰啊 或者是吵架啊 他說多年來這種冷嘲熱諷 被肉搜 被網霸 或者是被笑 我都能忍 但是呢 現在的確只能被笑 所以他已經宣布他退出民眾黨 要做回中間選民了 他是不是就反映出 許多小草都是這樣子呢 那紛紛離開了這個民眾黨 小草不在了 當沒有小草的時候 柯還是柯嘛 柯就是小草支撐起來的 或者是說過去民眾黨的支持者 才能夠造就柯文哲嘛 那你看民眾黨 他是不是變成了他自己最討厭的樣子了 民眾黨當時說 政府要公開超私採購的過程 要公佈高端的合約內容 可是自己的木殼帳目卻是不清楚 然後罵物價房價漲不停 但是卻在看1.2億的豪宅 是不是陳佩琪這樣子看豪宅的事情 當然人家講說 人家陳佩琪跟柯文哲 人家以前當醫生 為什麼不能夠買這樣上億元的豪宅呢 只是說好像跟他原本立的那個人設 有很大的一個落差 陳佩琪現在被爆料說去中正去看豪宅 那央行其實就規定 超過7000萬就算豪宅 那最多只能貸款四成 大約就是5000萬左右 換句話說你看1.2億的房子 手上必須要有超過7000萬的自備款 每個月需要貪還20到30萬元 人家講你不是含窮嗎 那看那麼貴的房子 錢又從哪裡來 那他是說幫這個兒子看房子 說兒子要結婚嘛 然後就被人家吐槽說 哇財富世襲 而且之前買了一間 現在還要再買一間給兒子 小草真好可歌可戒 很多小草是餓著肚子 那時候為了要挺柯文哲 有的人是說我吃一個月的泡麵 然後我審個5000塊去挺柯文哲 在他們的眼中是覺得說 柯文哲就是不像有這麼 龐大藍綠政黨的這種財力 所以他們是這樣子 寧可這個餓個肚子 也要挺你這個理想 可是現在反過來看到這些種種 可能就是讓小草 真的覺得傷心的一個點 那他們說這個柯富遙 名下已經有一間 為什麼還要再買一間呢 是不是應該要收囤房稅 這就是柯文哲的居住正義嗎 而且看看他們夫妻倆的 這個財務報表 其實他們的存款2400萬 好像也沒有辦法 就是拿出這7000萬元來買房子 所以這好像也對不上 就讓大家覺得更加奇怪 還有我們過去在大家 這種網路上面在講 09萬就形容說 你好像靠了一個對的檔 你可以拿高薪 可是現在竟然多了一個乘20萬 就是說陳志涵好像 每個月平均可以拿到20萬元 也變成了讓大家 甚至是小草們覺得 好像不是那麼公平正義的一個點 再來柯文哲的保山 也是讓大家有一點不太滿意 你看這個黃陽明 我們資深媒體的人講說 姍姍來辭 應該是他要來請辭 但是現在卻變成不動如山 恐怕接下來要遇到的 就是眾叛清零 因為現在目前出來爆料的 幾乎都是民眾黨自己人 甚至是離開民眾黨的人 他說被這個黨開除也好 或是被這個黨修理也好打入冷宮 通常都會回來反咬 那就代表這個政黨裡面 有非常多的問題 亮哥也提醒 接下來黃珊珊如果只是 停權三年的話 恐怕立法院會出大事 因為民眾黨跟立委都有簽協議 每個人只能當兩年 到時候柯文哲你能強制執行嗎 你在立法院問政恐怕會出現 非常大的問題 這都是隱憂 我們先來問一下元智哥 黃珊珊停權腦差 黃珊珊他可以在民眾黨黨權 他靠的不是黨籍或黨職 他靠的是跟柯文哲的關係 所以他2022年選台北市長 也不是民眾黨籍 但是選完市長 馬上在民眾黨的掌權 然後可以把自己放到 部分區立委的第一名 所以昨天的那個中平會 我覺得他的處分都無關痛癢 像李文中 他被開除黨籍有差嗎 他又不選舉 端木正都已經被告了 他也沒有差 黃珊珊停權也沒有差 所以昨天的中平會 我覺得其實是沒有 沒有做到止血跟危機處理 黃珊珊的記者會是 柯文哲叫他停掉 為什麼 因為柯文哲可能發現說 這個危機並沒有解除 反而是更燒各大 為什麼 因為他們講的東西 都是無關痛癢 去扯說什麼8票 本來是99塊 登記成98塊 或者是5萬多 登記成5000多 其實大家不會有什麼感覺 這就是他們回到他們原本的 財務架構就是說因為很多漏報 所以有2000多萬調節 他就回到這個架構裡面 沒有解釋什麼 大家想要知道的是 你跟木可的關係 這才是很多小草離開的原因 就像昨天我看到一個 也是民眾黨的一個網紅志工 他就說他在競選總部看到 木可的人要賣東西都不讓他們碰 也不讓他們用電子支付去賣 全部要現金交易 所以那個網紅他才會講說 他說我是為了證明阿伯的青年 都是你們木可的問題 是這樣子 所以如果他們要開記者會要滅火 必須要先把他們跟木可的關係 講清楚 如果沒有把木可的關係講清楚 你開再多記者會 其實都沒有辦法消除大家的疑慮 至於說 陳佩琪我覺得對柯文哲 其實真的是比較傷 因為這就是他的太太 你去看1.2億房子確實是偏高 而且在台北市好像是 好像你如果要看那個 因為有豪宅的關係 你貸款乘數是受限 你要自備7000萬的現金 你才能夠買1.2億的房子 這個其實對很多人來講 是一個天價 所以昨天我在網路上 就看到很多梗圖就出現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個就是你看左邊 這是上益夫有沒有 這是上益夫 這個是上益夫 超過1億的上益夫 有沒有 有沒有 就是 這種梗圖出現 就代表說很容易 就你被嘲笑 基本上你要再給他扭轉 就很難的 所以我反而覺得 我覺得陳佩琪這是要講清楚 不然的話真的很容易 被人家攻擊 那個真正的上益夫上攻 他一定覺得說人在家重做 怎麼我突然變成梗圖 那個氣球就被認為 跟上益夫長得很像這樣子 對 好 永婷姐 對 我覺得上益夫一定覺得頗為倒楣 好 這樣子 今天我覺得我們討論這個事情 講到黃珊珊在民眾黨的角色 我覺得除了大家都理解的 現在看起來 他們把炮火集中在黃珊珊身上 我倒覺得他們現在不讓黃珊珊走掉 或者是請辭立委 可能還有確實她還扮演一個功能 因為她現在有一點變成 這波民眾黨的 政治獻金亂爆疑雲的一個 怎麼講 替罪羊 就大家出氣頭 她現在確實有 當然你也可以說 她本來總幹事她就應該負起全責 可是我必須說民眾黨這個黨很奇怪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就是說你把它想一想 如果正常的一個黨很大的事情 發生在不管是民進黨或國民黨 立法院出來護衛的 絕對不分區要跑在區域選舉的前面 不分區是什麼 不分區是政黨代表 你出來幫黨 黨子彈 這就是你的義務 對不對 你沒有看說每一次要出來 不管是當打手的 這個出來的 你看國民黨的翁曉玲 他不是也萬箭穿心嗎 他也是幫黨的吳宗憲 不是也在國會改革的時候 扮演關鍵角色嗎 民進黨不要講了 有幾個不分區的 現在形象很差 都是因為之前的部分 出來替黨辯護 民眾黨你們覺得非常怪 因為他們有區域選舉 他們除了東罵西罵 首子黃山山以外 他的不分區立委 說大家還關注黃國昌 你這個時候怎麼出國以外 其他人都安安靜靜 他那個八席不分區的 都是很多各地的 各種行業的專家 可是面對他現在遇到的 媒體危機 媒體專家有沒有出來 戰略危機 戰略的專家有沒有出來 策略危機 策略危機的專家有沒有出來 都沒有 好像是領導的事情 這個有什麼關聯 這個跟郭正亮講的 那個兩年條款 我認為有關聯 因為這些人都知道說 我兩年後就不能做了 所以第一個 你現在一定會覺得說 我必須愛惜羽毛 否則我受傷了的話 我被捲入這個部分的話 我接下來會不能問政 我接下來不能問政 如果我一旦離開了立法院 我被派出去 不管選什麼 不管打仗什麼的 他的那個能量跟可能性 甚至地方動員跟募款能力 都會下滑 所以他大家當然都會有自保 那他如果兩年條款真的執行下去 他接下來的後半個立法院任期 會遇到什麼問題 我現在趕快很快的給大家唸 給大家聽 他第九名到十六名是誰 劉書斌 洪耀祥 蔡春酬 王安祥 邱惠如 陳青龍 李征秀 許忠信 除了十六名的許忠信之前是 台聯黨的立法委員以外 沒有任何的有經驗的政治人物 那這樣子他接下來立法院怎麼運作 好 董哥 其實你可以看到 昨天中平會把黃珊珊 等於說停止黨前三年 這個是在保護他 前年黃珊珊以台北市副市長之尊 去選台北市長 他用的就是無黨籍 他沒有用民眾黨也沒有用親民黨 那當然這兩個黨會關注票給他 所以他的更大 那黃珊珊大家知道他選台北市 他選台北市唯一勝選 勝選的機會就是什麼 因為後聯要選 唯一的勝算就是他用無黨籍 然後民進黨不提名 蔣萬安要贏他就很難了 因為看前年的投票就知道 蔣萬安42 陳時中跟黃珊珊加起來57 光這個實力如果民進黨 比照2016年選立委 你讓黃珊珊 黃珊珊的機會是很大的 那我們可以看到 你現在會做這樣的決議 那當然就是柯文哲的意志 柯文哲的意志 中平會就做出這個 所以這個是完全在保護他 繼續保護黃珊珊 所以民眾黨應該改名保皇黨 保皇黨 對 保護到底 那不管外界大家怎麼講 不管剛剛詠萍講的 那些不溫期大家也不敢講話 誰敢得罪柯文哲 你是黨耶 祝得安全 活得平安 一人一點力 愛就大無限